10月19日周四 A股收平 真是黑周四啊 直奔3000点去了 有点飞流直下3000尺的 这样一个意思啊 那么今天这个盘面怎么看呢 这个地方盘面有些变化了 我们必须要正视这个盘面 这个走势啊 我们来看看全天的走势啊 今天呢也不是我们 光是我们A股跌 整个亚太股市都在下跌啊 你比如说富士A50呢 期货呢跌了2.73 恒生呢跌了2.19 2.2到现在啊 那么日经呢收盘了也下跌了1.9啊 韩国呢也在下跌 也跌进两个点的跌 整个亚太股市都在下跌啊 全天看呢 早盘前表现还不错呢 你看黄线在上 而且热点还不少呢 虽然指数下跌 但是呢 早盘上涨的加速一度超过了 达到了三千三四百只 那么好像赶紧啊 大盘到位了 个股不跟跌了 给人一种这样的一个念头 不过这种好景不长啊 随着这个上的指数的持续的走路 然后呢 黄线也下来了 并且呢 全天到午后呢 有一定的反弹 这地方有主动性买盘挺多 但是呢最后呢 还是说无功而返啊 最后呢 早盘上涨的 你举说芯片半导体呢 也出现了比较大的回落 基本是回落有百分之五十 那个样子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我们看一看 到北盘下跌的股票 接近四千只了啊 两市的成交量呢 还是说 较昨天是有了一定的放大 那下跌放量 那就不是底啊 另外今天最重要的就是说 什么 大蓝筹持续傻跌 今天跌的最多的是谁 上阵五零跌了2.65 红的只有一个 红的是柯桑文五零 但其他的呢 像中阵五百跌了个1.1 然后呢 沪深三百跌了2.15 越大的家伙傻的越狠 今天还多亏是券商在支撑的指数呢 不过券商连掌三天 最后到尾盘也挺不住了 也回落了 在这种情况之下 尤其是银行的这种 断头杂的这种走势 还有这个白酒的持续新低不断 保险也在下跌 包括我们说大基建也在新低不断 为啥呀 没有理由都 当然了有人把这种下跌呢 归结于整个亚太股市全下跌 是不是 是不是有一些其他的情况 到现在为止 我们还没有得出什么 可靠的消息啊 那么今天晚上能不能出什么利好 能不能在这个接近三千点这个位置啊 3053也就是说 印花税的那个点已经跌破了 那么是不是能逼出一些什么政策来呢 那么除了凭准准基金之外 还会有什么呢 我看不出能在这位置就出吗 概率不大 所以说呢 我们今天这种走势应该引起我们的几世 在这种低位 它不应该加速了 而且出现了加速的下跌 你看 1.74理解为中阴线 甚至可以理解为大阴线 我们看一看具体的走势啊 低位出现这样的加速的 这属于大阴线 你看最近基本就没怎么跌 就缓慢的下跌 本来降速之后出现日线的 动画之后呢 那很显然的未来有一天 只形成一个单日大阳线就可以 但是在这样行刹跌 这就明显不应该加速 加速是不对的 如果要加速加速再加速呢 那这地方动画很显然很快就消失了 要再有个四五天 这地方就会消失 消失之后 好不容易跌了170多个交易日 在昨天呢 形成了日线的动画 并且今天呢 创业版指数跟深层值 也出现了日线的动画 那三个指数都是共振的动画 多好啊 形成一个低点结构 那不就是共振的低点吗 很难找这种机会 但是今天这一个下跌呢 就要充满了变数 而且今天收到了3004.77 但愿这个位置 一般双数呢 容易形成低 有点迷信了啊 那我们看看这个地方呢 能不能站住 关键是看明天 关键看银行 白酒 大基建 这几个大的方向 怎么能够 今天跌得这么凶狠 我们要晚上 还要找找原因啊 然后我们再来做判断 不过我的理解呢 就是说先 把心态放平稳了 一定要冷静的看待 这地方的下跌啊 如果你持有的品种是 持持跌跌是不跌跌不休的 这样的品种 这个地方是否还有必要杀跌 我们呢 感觉呢 这个地方仓位 还是不应该重啊 早盘呢 假如说加到 你加入到半导体的细分领域当中 那就没有办法 我估计明天也会有反复 其他的也没有什么加仓条件 你只说券商 这两天有点条件 那今天也应该减掉 今天也应该减掉 在下午的时候啊 也就是说 在这个地方 你就要特殊注意了 一瞅就不太对劲了 那么现在看呢 我们最大的希望 就是这个地方的动画 不要消失 那么去判断说 这个底在哪 已经没有太大的意义了 不用去判断的 但这个位置要必须要说的 战略上一定要是要看多的 思想上一定要看多 就是在这种战略上 我们一定要秒是跌 这个地方一定是一个 机会远大于风险的地方 但是我们小散户一定要 我们没必要跟它靠 等到出现标志阳线的时候 逆转阳线的时候 我们再上车 再加大仓位 都不晚 就安心等着就行了 几个指数都是这样的 上量指数的动画呢 级别还稍大一点 那么创业板 还有生成值的级别稍小 假如明天 跌两天 它就会消失 就没了动画 没动画就没有超低理由了 那我们只能等到这个 单日的 逆转的 逆转类的大阳线出现 才是我们上车的信号 这地方这一点要注意啊 好了 大家再见啊 保持平稳心态啊 正确的看待股市的涨跌 我们下车的看待股市的涨跌 我们下车的看待股市的涨跌 我们下车的看待股市的涨跌